不朽逍遥之路 第一章 堕落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上 贪婪与争夺成为了常态 人们为了名利 不惜手段 烧杀抢掠无所不用其极 世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饱受苦难 他们甘于平庸 如同一只只雏狗 忘记了得失 只求狗且存活 在南海之地 有一位炼气师名叫肖天 他是这片土地上最出色的炼气师 天灵静的强者 他拥有无与伦比的炼气技术 能够将最普通的材料变成无价之宝 然而 即使拥有这样的能力 他也无法改变这个充满黑暗和绝望的世界 第二章 重生之路 肖天在一次试炼中意外死亡 然而天命加深 他在北的重生 重生后的肖天 决心要寻找一条不朽逍遥之路 脱离这个充满贪婪 恶行 苦难和平庸的世界 他相信 在云云众生之中 一定有一条通往真正自由的道路 重生的肖天发现自己拥有了更加强大的力量 他能够感知天地之间的灵气 掌握前所未有的炼气技术 他决定利用这些力量 寻找那条不朽逍遥之路 第三章 寻道之旅 肖天的寻道之旅从北的开始 他穿越山川河流 来到了一个小村庄 在这个村庄里 他遇到了一位名叫李清风的老人 李清风是村庄里的智者 曾经也是一位强大的修行者 李清风告诉肖天 真正的不朽逍遥之路并不是逃避现实 而是要改变现实 解救那些生活在苦难中的人们 肖天深受启发 决定肩负起改变世界的使命 第四章 改变世界 肖天开始在北的传授自己的炼气技术 帮助那些贫困的村民 他用灵气炼制出各种农具 让村民们能够提高农业产量 过上富足的生活 他还炼制出强大的武器 帮助村民们抵御外来的侵略 随着时间的推移 肖天的名声传遍了整个北的越来越多的人来找他学习炼气技术 肖天不仅教授技术 还教导人们要以善良和正义为本 拒绝贪婪和恶行 第五章 走向巅峰 肖天的努力逐渐改变了北的的面貌 曾经充满贪婪和恶行的世界 开始变得和谐与和平 人们不再争夺名利 而是互相帮助 共同进步 肖天的炼气技术成为了改变世界的利器 他自己也成为了北的的精神领袖 然而 肖天知道 改变一个地方并不是终点 他要将这种改变带到整个世界 于是 他开始了新的旅程 带着他的技术和信念 走向更多的地方 传播他的理念 第六章 不朽之路 肖天的旅程持续了许多年 他走遍了大江南北 将炼气技术和善良的信念传遍每一个角落 随着他的努力 世界变得越来越美好 人们不再贪婪和恶行 而是共同追求和平与幸福 最终 肖天找到了那条不朽逍遥之路 这条路不是逃避现实 而是通过改变现实 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 真正的不朽不是躲避 而是面对和改变 结语 肖天的一生 从南海到北的 从贪婪到善良 他用自己的力量和信念 改变了这个世界 他的故事 成为了后人敬仰的传奇 他证明了 云云众生之中 真正的逍遥之路 是那条改变世界 追求和平与幸福的不朽之路